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 去年12月9号爆发本土疫情的西安 在全市进入风控 风控超过了半个月之后 疫情出现了趋缓 4号单日新增降到了35例 但是大陆的浙江宁坡 又有一波新的疫情在发展当中 一直期待跟大陆恢复通关的香港 再度落空 Omicron也攻进香港了 有至少8名Omicron本土病例 从这个星期五的凌晨开始 餐厅晚上6点到早上4点之禁止内用 酒吧健身房也都必须关闭 一辆辆救护车进到医院里随时待命 从去年12月9号爆发本土疫情的西安 这几天疫情露出曙光 陆续有医院让康复者出院到集中隔离所 进行下一阶段观察期 在我们收治的663位患者中间 绝大多数的患者 都是轻型和普通型 微重型的话不足0.7% 重型不足1% 西安在连续7天单日新增病例数破150例后 每日筛查出的病例慢慢下降 1号是122例 2号降到百例以下 最新4号净增加35例 随着感控措施的进一步落实落细 来自于集中隔离的人员病例比例逐步提高 社会层面减出的病例所占比例逐步下降 西安疫情才稍有趋缓 前阵子本土疫情重灾的浙江宁波又陷入防疫噩梦 根据专家封信研判 不排除物产人的可能性 自1月1号以来 北伦区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例 宁波北伦区本土疫情多数确诊者来自当地三家成衣厂员工 其中包括大陆最大的纺织厂深州国际 厂房紧急宣布停工3000名员工隔离 年节赶工实习 无法运作生产重创 雪上加霜的是宁波重要的对外港口 舟山港也全面升级防控 舟山港实施封闭管理 进出货柜卡车必须持通行证才能放行 严格的规定势必影响港口作业速度 春节将近生产经济受疫情影响 大众返乡过年恐怕更是处处受限 过去是截止到发车前的25分钟 现在是直到发车前都可以进行退票 并且24小时都可以在网上办理退票业务 为了因应疫情变化 今年春运特别放宽退票规定 到了上车前最后一刻都能取消行程 大陆春运从17号开始到2月25号 共计40天 预估客流量比2021年增加28% 有2.8亿人 选择就地过年的人将占多数 据香港期待和大陆在年前通关 恐怕也将落空 近半个月来香港不断出现 境外输入的Omicron确诊 最终被突破防线 在空服员遭到感染后 却又在不知情下 违反居家隔离规定 光顾餐厅传播病毒 导致香港截止到目前 至少有8名本土Omicron病例 香港专家直言 香港的第五波疫情可能到来 最新港府宣布 从7号星期五凌晨开始 晚上6点到早上4点 禁止餐厅内用 关闭酒吧健身房等场所 中港互通一言再言 第五波疫情来袭 香港旅游业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6月 港府才开放1700个名额 让旅游业员工到疫苗接种站工作 但随着接种站阶段任务结束 陆续关闭他们又再度失业 旅游业震惊遥遥无期 接下来餐厅健身房酒吧等娱乐场所 还得回归防疫警戒 Omicron攻进香港 疫情不乐观 TVBS新闻综合报道